如何进一步缓解减轻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如何有效防止医疗资源挤兑 近日 全国人在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里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回答外界关注的一系列问题 张伯里表示 要加大对医药卫生的投入 同时要从源头上加大创新力度 加强新药研发 将价格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看病难 看病贵 我想这个问题啊 跟老百姓对更高的医疗的追求 更好的医疗服务 这之间是有些矛盾的 但是咱们把两者协调好 国家加大对医药卫生的投入 这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个就是我们要加强 我们自己的新药的研发 从源头上加大创新 加大自己的研发的药 这样才能把这个价格的主动权 掌握在我们手里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在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方面 重点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和区域均衡布局 联会期间 不少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 就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张伯黎表示 鼓励用地产药 加强保障基层药品供应 有效防止医疗资源挤兑 我们国家这个地产药很多 我们国家有三千多家制药企业了 其实这药呢都是好的药 都是经过多年的临床评价使用 都挺好 什么三药三方也好 小分子药都不是神药 都不是特效药 千万不要去迷信它 然后我们就说地产药也有效 只要是治感冒的 治咳嗽的 治肺炎的药 地产药都是有效 同时我们还提出来 把这些药立刻拿出来 立刻调配到基层 如果这药能够调到基层社区了 到了这个医疾卫生院了 他们拿的药了 就没有必要到大医院去挤兑了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 就是一个把疫苗要迭代升级 而新药研制要加快 同时还要研究 如何把药能够分配到基层 分配到需要的地方 当前甲硫正处于高发期 甲硫如何应对 张伯李对此也给出了建议 很多甲硫的症状 和我们中药的 这个所谓春温呢 这个感冒啊 基本差不多 这个当然有条件的 可以用点汤药 变成人质更好 如果没有条件的 用点成药也都可以 所以对甲硫这块 大家一个是 积极做好预防 第二个呢 还剩下早期治疗 有症状赶紧吃药 别拖 非拖到最后了 烧了起来了 咳嗽了很重了 然后待吃药 就有点完了 一定要及早吃药 只要治疗感冒的药 治疗咳嗽的药 治疗肺炎的药 都能有效 要早用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